《安心事件》 《安心事件》之後 又再有另一位TVB女藝人被爆戀上人夫 38歲的姚子玲日前 被指和擔任夜店董事的有婦之夫 Wayman拍拖 陷入一男三女的四角戀 另外還有很多她們兩個的親密合照和藏照流出 大批傳媒亦即時趕到電視城守候 而最近拍劇的女主角姚子玲 就在傍晚時分現身回應事件 首先我想說的是 我認識Raymond 我和她交往的時候 她和Sharika已經分開了一段時間 到現時為止 她們應該分開了兩年 我和Sharika是相識的 她也知道當時我和Raymond交往過 她們現在分手 你覺得這件事是嗎 我們目前是一個普通朋友的關係 什麼原因是分手 細節也不想再說 總之現在這個關係 對大家都是最舒服的 那麼你和Raymond分手多久 分手多久了 分手都一段時間了 實質多久我亦都不想再去提及 因為都已經過去了 你有沒有懷疑過有些人為何會這樣做 有的 有的 但是去到目前我亦都不想去深究究竟這些相片如何流出來 我只是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兩個人的一些照片 而會在外間流傳出去 我都覺得是一件挺驚訝的事 但是我都沒有再去想究竟為什麼會有 這些照片有多少人擁有 這些照片有多少人擁有 這個不應該問我 應該是大家去知道 你自己有嗎 你自己有嗎 某一些當然我有 我們的合照一定有 床照呢 床照是我不知道的 拍了都不知道是怎樣 有沒有想到最適合 其實應該只一個人有 如果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我覺得非常過分的行為 我想我都會和公司商量 看看我們 看看怎樣去打算 總之目前我和她是 大家亦都去一個朋友的關係 我要說的剛才亦都說了 會有些更激的相片嗎 這個 我不知道 當然 我想 我相信 我相信 我自己的事情 被問到擔不擔心拍的劇集會受到影響 或者會被要求換角 姚子玲就很冷靜地回應 我想目前我都會做我演員的本分 就是我專注我這套劇集 而我亦都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總之我目前都會做演員的職集 就是去拍好這套劇 我只知道我目前這一刻 我會專心工作 其他事情已經不重要 亦都會放下 我是一個對感情很認真的一個女孩 我亦都希望我的感情關係 是可以很簡單